近期的本土疫情严峻 确诊人数增加 为了减轻第一线医护诊员 在沿着环境当中 来执行政务的辛劳 有明代是特别号召 宫庙团体捐赠了一座 镇压式裁剪亭 给医院来使用 需要能够协助眷方来扩增 医疗资源 也为防疫工作尽份先例 裁剪站里 许多民众正排队等着做PCR 有感于近期本土疫情升温 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为了减轻第一线医护人员 在炎热环境中执行任务的辛劳 立委杨琼英号召 潭水亭观音妈庙 捐赠一座镇压式裁剪亭 给医院来使用 做一个公共事业的一个庙宇 我们也希望说为这个疫情 付出一些也为社会来服务 当我提出的时候 张主委非常的忙碌 他第一声就告诉我说 只要是防疫的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我心里在想 连管理活作都这么疼爱我们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裁剪的工作 这个PCR 后来政府得来数以后 本来大概一天 一个礼拜前大概200个 现在每天都大概800、900人 院方表示 由于台湾夏季炎热 还十分潮湿 对于全身防护医的医护人员来说 身体负担相当大 因此镇压市裁剪厅 对医院来说帮助相当大 除了能把病患污染的病毒隔绝在外 里头还设有冷气 让医护人员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 还有冷气 所以会让这个裁剪的人员非常舒服 而且它里面 不管是遮风避雨 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病毒也不容易去 也不可能到我们这个裁剪的医护人员 对此市府卫生局也表示 相当感谢民间团体和明代的大力协助 不仅减轻裁剪医护的负担 也增加了裁剪量能 让防疫工作更能顺利推动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